你是不是推我的小柱 看完了 我觉得也没多受口 太过了 不让乏爱 小说推荐第二代 第一个 春人宴 如果有人没有看过春人宴 我真的会戏 男主女主因为一点误会 伤害来伤害去 男主因为女主一直在玩弄她的感情 女主以为男主一直不喜欢她 而且女主以为男主有危险 为了救她被打入天牢 这天牢也被搞了半死 但其实她这时候已经还了男主的孩子 尽管这样还是选了男主没有选男儿 男儿帅气多精温柔细心 她是最恶流的版 第二个 十四年恋鬼人 男主是个抓鬼 没有感情 一直在抓鬼 拿铜钱抓 拿红钱抓 拿福祉抓 抓女鬼 抓水鬼 抓鸡脚神 每一张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 有点像自传 节奏很慢 文笔很平淡 完全不恐怖 甚至有的故事很感人 恐怖的是这本书是根据真人真实改编的 同一行的还有我当一样先人那几年 神游 最后一个道士 跟我一样相信科学的可以去看一看 第三个佛天交 我看的男主除了太也就是和尚 反正不能有正常人 我是火星李朵连 糊涂地待几千年 是谁 2022年还在为这种境遇盛生 和美艳妖女的故事流眼泪 是我 这种土味狗血竞技爱情 真的 谁懂啊 谁懂啊 真的很好看 多数个剧都是剧头 第四个 你是长夜也是灯火 现实高感闻 天花板 男主杨谦是一个 对所有事情都很冷漠的Ford 女主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高天生 小说写的很现实 就是成年人之间的恋爱 女主不恋爱的 虽然有爱 但是各爱自己的前途和人生 男主也很清醒 不难停飞机 你这辈子有没有看过人难停飞机 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很真实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身边真的有几个个书 写的很像的选手 倒也没有那么戏剧化 但是和喜欢的人 一直互相羁绊 互相纠缠 再爱也就爱到这 再做也只能做到这 但这不是说我们尊个 我原该看的歌曲人也听小说吗 你听到了吗 大数据 我很爱看 给我多推点 好 让这里 大家先说什么呢